所以到同樣的 今天高豪安會把所有的責任 一股腦推給那個主任 他現在已經在做了嘛 現在進行事 所以我認為那個主任 你現在也趕快離開高豪安辦公室 據說他現在辦公室 已經半停頓狀態 因為沒有人 無心工作 沒辦法運作了 也不知道該做什麼 然後高豪安回到辦公室 氣壓 氣壓很低嘛 然後大家就是彼此互不相信賴 那你想想 這個辦公室乾脆關門算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剛剛講說他那個咖啡包 帶回家 他怎麼那麼有興趣 他就是覺得貪小便宜嘛 帶回家 可是我們都知道 每一個委員辦公室 每個月有14000塊的 茶水補助費 14000喔 14000的茶水費 16000買文書 對 還有79000的業務費 所以你看79000的業務費 加14000 加起來將近快9萬塊 這些錢他用到哪去了 還是他這些錢 他拿別的單據去報 然後又要用這個他的這個公基金 來買這些文具 買這些日常的辦公用品 甚至是 有沒有看到他也用公基金 去買那個咖啡包啊 對 所以為什麼公款的 一萬是不用 為什麼公款的業務費 七萬九不用 然後要用到公基金 所以變成說這些員工 他的公基金 不但是伯樂之捐 而且他還可能被告號 剛剛拿來挪用 難道他的這個 七萬九的業務費 不夠用嗎 拜託 剛剛說我是全國不分區啦 我服務是全國性的 不像你們只是服務一個地方 但是說得通嗎 那七萬九他怎麼用掉的 他拿什麼單據去報的 所以我會我大膽的懷疑 他這七萬九會不會也是 用哪些那個發票單據去去報 然後還在用公基金的錢 范老師立法院是不是要查一查 我真的要查 可不可以查一查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在 他錢他這帳到底是怎麼弄的 我相信那個立法院的總務單位 或主席單位一定有帳 對啊 那到時候一看嘛 很清楚嘛 就發票是不是假發票 或者是真的發票 就一看就清楚 就這一翻兩瞪眼 而且我認為現在立法院的 政風單位 也應該要主動來調查 他擔任立委這兩年以來 他的查水費 他的業務付費 而且他們還有服務處的費用 一個月兩萬塊 那高安安據說他新族也有服務 可是我也搞不懂 你不是區域立委 你成立服務處要幹嘛 你是全國不分區啊 所以我覺得他這些經位 將來立法院一定要一個一個來查 否則的話我認為這可能會是連環報 而且我認為這些部分還沒有報 我認為他助理可能都知道 接下來如果把它切穿出來的話 可能也有新的東西 對 因此目前來講啊 對高安來講 誠實是唯一的上策啦 我覺得他今天還在那邊駁斥 還在那邊繳賴 還在那邊推責任 甚至我認為他到現在為止 他還不覺得自己有錯耶 他說欸 你要說你為什麼有這麼多的 這個罰處罰的方式 他說哎呀 我們這個啊 我們這個每個委員都有自己的內規 我請問 我真的沒看過有幾個委員 有這種內規耶 而且你今天如果說好啦 我們真的因為大家 基於有些助理不喜歡 不洗杯子 好我們有一個規定 不洗杯子罰款 但是這個錢呢 罰了錢是作為 我們大家聚餐之用 我們大家去買下午茶 那我也沒話講 結果這個腳法 是給高浩安去買這個 這個眼睫毛的什麼 雙眼皮貼 我現在看到他的雙眼皮 我就覺得 哦 這個是貼出來的 而且我看到那個 兩個這個罰 那個錢的那個符號就出現了 因為你自己拿這個公款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今天這個東西 完全用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你看到他說 他不覺得他自己有錯 他覺得我們有那些內規是應該的 甚至他說有些 他說有些員工啊 請請市 因為他每個請市價 請一天要扣薪水嘛 我們按照勞基法 每一年有14天的市價 市市價的確是要扣 不是扣薪水 是薪水 我先把你扣住 然後我就等於 減少你的薪水的支付 而不是你繳回去哦 他現在是 你是報全薪 所以他跟這個 立法院說 這個員工他都沒請假 所以我是報全薪 可是你 事實上你自由請假 你請假 你要把薪水還給我高 送到公金機去 再一點來講說 你說我今天請了五天試駕 那立法院有少給我五天的薪水 是從立法院那邊就處理了 就薪水代算就少五天 而不是又全薪去報 每天都來上班 可是事實上呢 把你五天的薪水扣回來 給我高考案的供給進去 這兩種是截然不同的做法 可是高考案是這樣做 所以他隱瞞立法院 所以我就覺得 那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我如果告訴立法院 這個助理今天請五天假 立法院自動減少五天的薪水 所以他就用這個方式 他還跟規避立法院 這是雙重剝削的助理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立委主理想說 我寧可被立法院扣薪水 我也OK 因為我本來就有請假 結果你現在謊報說我全行 然後去拿全行的薪水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這個用心 他如果有需要這樣子 蜘蛛弊教 你賺這點錢 我問你 你到底得到什麼 結果得到的就是 未來可能的刑事起訴 高宏安被爆貪污 市政明確 正常人都不會去挺 但現在呢 藍白好像是在挺的 那另外在 鴻海郭台銘的部分呢 我們有注意到 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劉悠彤 日前在臉書就分享一段 他的職場生存法則 他說呢 同事或是上司 能力平平 操守也不好 但手段了得 欺上瞞下 對大家的工作 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但又不想要得罪他 該如何解呢 這番話就被聯想成 是在影射高宏安 網路上有人就說 原來酸也可以是這麼的優雅 那是我想太多嗎 總覺得很高級酸 要請教青皇 這個是 劉宥彤 到底是在 指桑罵懷嗎 對於網友來講 有很多的聯想 為什麼有很多的聯想呢 你去注意看看 這有個前後時間順序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是郭台銘 他先發表了 這個看起來 好像要支持高宏安 但是又不把高宏安 這個我支持高宏安 講出來的這個事情之後呢 才傳出了劉若彤這篇文章 開始被大家廣為分享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如果今天 郭台銘董事長 是真的要去支持高宏安的話 他大可以直接說 我支持高宏安 可是你去看看 郭台銘所拿出來的理由 非常的有趣 他說因為他到日本去啊 所以沒時間跟高宏安拍影片啊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 因為我也才剛從日本旅遊回來嘛 我拿手機直接錄一段影片說 我支持高宏安 然後把這個影片呢 從手機上面直接回傳 回台灣給高宏安 高宏安只要在電視上 一播放出來 郭台銘支持高宏安 一翻兩正眼耶 這跟去日本三小時四小時 一點關係都沒有 各位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到日本去 上網也一樣是 隨時都很通暢 所以隨時都可以把 這種影片給傳回到台灣來 但請問郭董有沒有做這件事 郭董沒有做這件事嘛 那郭董呢 其實他文章雖然寫著說 這看起來要支持科技業出身了 但是他沒有直接告訴你說 要支持高宏安 所以外界就多了很多 解讀想像的空間 什麼意思呢 因為劉若彤這篇文章裡面 其實寫的 大家覺得好有道理 什麼意思呢 他裡面寫了幾段話 包括第一個 他講什麼呢 他說在職場上 如果你遇到你有個同事 這個能力頻頻 重點是下一句 他說操守也不好 但是手段了得 手段了得七上蠻下 然後對於這個大家的工作 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那這件事情 大家很直接會想到說 這一個人怎麼樣呢 就是對上司 很會拍上司的馬屁 所以上司對他很好 但是呢他本身呢 看起來能力也頻頻 然後而且還會製造 同事的困擾 但遇到這種人怎麼辦呢 好 所以劉若彤裡面就講到說 對這種人最好的方式 是幹嘛 你要不斷的稱讚他 你不是罵他 不斷的稱讚他 不斷的捧他 捧他到呢 他最好能夠高升到 別的地方去 最重要的是 要讓他覺得怎麼樣呢 讓他覺得說 他到時候可以離開組織啊 終究是妙小容不了大佛 也就是你是大佛 我們這邊妙小容不了你 他這個話一講出來之後呢 其實後面這一段 會讓大家聯想到誰 很容易聯想到高宏安 為什麼 因為高宏安 你注意他的時間序哦 他是2018年的時候 從資策會 2018年5月 從資策會到鴻海去 可是2019年的時候呢 高宏安就遇到一件事情了 你如果說你今天郭董事 看上說你懂工業4.0 你懂自動化 你懂機械 你到鴻海去 那你應該放到鴻海的 相關製造部門裡面去嘛 或是到研發部門去啊 可是呢 2019年的時候呢 當時高宏安從大數據辦公室 當時出來 在節目上錄影的時候 他的title叫做 永林基金會的顧問 而且你看從2018到2019 才應援的時間而已 他就在節目上 幫郭董辯護在講政治 然後後來呢 他就當了立法委員 那當然立委的身份 當然顯然比永林基金會的顧問 來的看起來怎樣 官比較大嘛 所以他看起來官比較大 那就表示怎麼樣呢 他看起來就符合 劉若彤所說的 這個廟小容不了大佛啊 你竟然當了大佛 大佛就當然到大廟去了嘛 大廟到哪裡去 大廟就到立法院去了 所以對網友來講 把他聯想在一起的時候 會認為說 你在講的 是不是在按子高宏安的意思啊 那當然我想 劉若彤他不會告 他絕對不會正面告訴你說 我就是在子高宏安的意思 只是對網友來講 因為這幾天爆發太多的事情 什麼意思呢 大家現在才發現說 高宏安過去所跟過的長官從資色會到鴻海 真的都對他很好 很疼他 所以讓他出國去念書呢 還可以不用辦留職停薪 還可以拿著出差的費用呢 來抵他出國的費用 很好吧 然後到現在發現說 他真的跟同事在相處的時候 看起來真的會欺負同事啊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把你的助理同仁的加班費 把薪資差而變成公積金 而公積金用在你私人用途上面 請問這個邱毅所直接講說 這個行為就叫做什麼 剝削 另外一個形容詞叫壓榨 邱毅今天講完了之後呢 我覺得難得大家對邱毅講話 這麼有同感啊 所以邱毅講完之後呢 剝削壓榨跟高豪安綁在一起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發現 那這樣子的話 高豪安不就變成是 一個會欺負同事的人嗎 然後最重要的是 除了壓榨跟剝削之外 又多了一個詞啊 叫貪小便宜啊 為什麼 總將你去想想看 三合一的咖啡包 茶包 可以搬到休旅車上面 把它載走 這對大家來講 你看連這個受訪 各位你去注意哦 這個新聞怎麼來的 這個新聞是一個國會助理哦 疑似是高豪安的助理哦 受訪的時候講的哦 說他們看到這個高豪安把這個 這些茶包咖啡包放到休旅車上 帶走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啊 那所謂的不可思議是什麼 當然是指說 為什麼你會去貪小這種便宜嘛 因為這不是你該做的事情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高豪安的人設 從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非常明顯的崩壞 發生訪生日全都立即 不可思議 發生訪生日全都立即 無論壹下 我們來看 發生日快樂